学生写下一个字很简单 造一个词也简单 当要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常常五行就结束了 如果可以有系统 步骤式的引导 然后让学生试着写写看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写作方法了 可是要怎么区分呢 哪些题目 我该使用哪些写作能力 协助老师培养孩子们 在活写中最需要的六种素养能力 阅读理解力 图表分析力 基础论证力 紧接说服力 感官模显力 故事营造力 使用完这本书后 学生对国写有完整的认识 不仅是一本参考书 也是高中学习历程的进入 独一无二的个人语录 这是一本可以陪伴学生的国写书 新国写运动由您开始